韩国队太丢脸,恼羞成怒对手不防了还要投三分,两边差点打起来,北京时间8月31日,中国南兰和伊朗分别在半决赛中,淘汰了中国台北和韩国,最终完成了会师,南兰和台北赛后很友好,双方握手致意,时还有人互相拥抱并且露出微笑,两边大部分核心都在CBA当对手或者队友,整体气氛很融洽。 但另一场半决赛就不一样了,韩国和伊朗打出了火气,双方赛后甚至还发生了冲突,则意伊朗全场压制住了韩国,打到第四节时他们就已经一度领先了17分,结果最后伊朗已经放弃防守了,韩国队还要投三分,伊朗当场就急了,哈达比等人直接上前质问对手,韩国队不甘示弱,两边直接对了起来, 动作也越来越大,还好裁判就在旁边,及时拉开了冲突的双方,按理说在比赛的最后时刻,对手放弃防守,你再去进攻确实不合场理,难怪伊朗会愤怒,网友嘲讽,韩国人太丢脸,又输不起了,韩国人一贯如此,可惜不是我们送他回家,毫无体育精神,NXZ。 感谢观看